得到这部信息以后打得非常的主动啊 直接过来 龙斯卡尔先秒一个风风 脚底下还有人 脚步声听到了 一个在往右边跑 那我就直接从左下 还可以补掉 看一下Candy Candy在侧身这个位置没有放到 人自己的位置也暴露了 先把人补了 现在确实小路有点难受 他的范围被压缩得很小 而且有点 他现在进退两难啊 不好走 背部不是海 前面这个山又直上不去 只能从左右开弓 但是左边刚刚杨哥讲了 桥有人 然后旺仔也在盯 右边的话两个人是FD 现在FD只要做好横步补枪 就OK了 高打低 特别这个反打直接抱头 放到龙斯 让许生过来 来了 旁边有 很惊险啊 高点都打完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把龙斯卡给扶起来 低点的烈士一下就彰显出来了 投资物不知道你在拉队友 但是这个距离太远了 要绕一圈 是你看远点枪线抽的翔路 Gaming真的很难受啊 再放到许生 龙斯卡血量 先打一个包 然后再过来压 看到了 没问题 先拿四分 这前面对于FTY来说就很舒服了 首先四分 然后还可以扶队友 主要是旁边有这个枪线比较远嘛 什么CC把龙斯卡给放倒了 这样稍微快一点 车横在旁边当掩体 啊 悟空等了很久 从路过来这里直接撞到 他可以到脚下 有点像送货上门啊 是 现在因为柏梁在悟空嘛 他们 打得还是很稳重啊 在这种极限圈的话 一到联赛里面 我们看整体节奏 就除了刚刚FTY 因为FTY那波是稳 现在刚进点的队伍啊 哎 穷泽精准打击 负责火力覆盖 三颗雷 将12月给炸倒了 这个位置确实在 呃 对方有掩体的一个情况之下 头领上的队友是没有办法去架枪的 找了一下 现在只能够稍微再炮着篮圈一会儿 赶紧上桥体 因为这个四阶段的篮圈伤害 非常非常的高 周平原这边是直接将人给补掉 比较近点压力 不然脚下的队友不好往前走的 就因为XCG毕竟是踩在一个高的山坡 是的 所以周这一波的话周平原这波很关键 哎 啊 你看到下面小图标了吗 我看到了 我一直在 直接脱了一个屁股 就原来这个耳机带反了吗 对方跳下来一瞬间 哎 转头扭头一看 哎 原来你在这里啊 是 他以为他是那个捕鱼的 我这个确实打得比较激烈啊 目前的这个战场 是的 手上的伤害性投注还是比较多的 几颗雷炸完之后 男男也是直接过来了 现在就看New Happy这一波推山推的怎么样 因为毕竟XCG是一个趴下的情况 穿成影响第一时间没有秒掉 那XCG直接被New Happy给淘汰出局 拿到了四个淘汰 哇 这个反身爆头 周平原帅 这边直接从桥体下面走 但是由于桥体上面已经有三只队伍了 区域非常非常的严重 修了个卓 反而直接被放倒 他的火力四个人还是挺猛的 双方互打 在这个 是的 这个好难受啊 就一丝 就一丝 烟雾已经起了 哎呀 旁边还有GFY 这个自闭烟当中扶人 旁边大脚步拉过来 但是左右开弓的SMS 还是用自己的行 淘汰了对手 是 这个桥真的很热闹啊 这对于DDT来说有点难受了 再往前走 现在这个蓝车伤害逐渐增高 只剩下了Spaceman 慢慢在拨 我这一拨小鬼的反应速度好快 被打一枪直接原地爬下规避伤害 那这个位置一想象的话 队友直接过来要打起 跑无线过来了 Flying直接被炸到 能躲的位置就这么点 是 那这样的一个站位 再火烧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打侧身 漂亮的一波刷屏 石器兽和速九 从昨天开始啊 速九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了 对 本来IFTY听到这边有动静 刚刚可能想过来试探一下 发现已经打完了 而且石器一个人没掉 那就竞圈去找KRG 他如果这个时候去找KRG的话 石器又会动 所以现在对于IFTY来说 其实有点尴尬的 他又是在一个低波 KRG已经把边线给踩死了 而且难点是在于 KRG踩着这个边的话 石器那边反而是可以被释放出来 而NUIP里面就撞了 对方在硬架 半破腰一个 头顶上一个 就看Monster这一波大绕后 能不能够出奇效 而且看了一下旁边石器 他是选择进防区了 那这样对于IFTY来说 就是一波干净的架 但是KRG 他毕竟是在圈边去限制 其他队伍进圈的队伍 对所以他的优势会大很多 提前部署自己的一个枪线 你看现在高点 这边防头顶防不了 两边都有人 这怎么玩 是的 这KRG直接是团灭掉了IFTY 是的 而另外一侧在这个山 这个边缘其实手边的队伍 打的都还挺好的 对挺好的 感觉没什么失误 也不拖他 非常的谨慎 烟雾缭绕的 先等着这个队友把人给扶起来 然后要配合一波道具 是 就30秒这个位置确实是容易被贴近点冲的 KRG那里遭到了重创时期 这个时候掉头不进防区了 回声打 这一个位置 是的 速九现在要小心 2-tap这个斜坡 埋着的 应该不会越过前点 是的 现在是踩在了一个安全范围 而且FORM也上来两个人 等于KRG现在被夹在中间 对 而且小C在外面埋着 他想透过 哎呦小海突到近点去把人给放倒了 但是牙皮又倒了 二楼有人先给道具 一颗手雷 我给了颗闪 给了颗闪 烧起来了 接下来的就是跟TNA进点的一个四打三 对方枪法很准啊 福尔伟马上血线见底了 樊坡 依旧有这个PIC的一个主动权 但是身上的上海性投资物已经不够多了 露露这边的出枪 小鹿是直接被放到 疯狂丢上 小鹿这个位置目前不好扶 阿伟只踩在了房顶 四颗雷 四颗雷两颗燃烧瓶啊 先打一个 我的金铁冲进去了 露露 露露手段好猛 露露 还好这边福尔伦补枪够及时啊 跟牙皮打一 哇塞 这个圈也开始逼近了 这边从这个门口走了最起码三趟 但是牙皮出现了一个大的失误 就是一发没中 快抱抱队友抱抱队友抱出去抱出去 你看小鹿他之前倒已经开始往里面在走了 小鹿很有觉悟 很相信兄弟们这把必能赢 我先往圈里爬 天鹿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被CTG卡死了 不进圈不给分了 应该是不给分了这个位置进不去了 一波微频啊 一波 CTG现在在后面的这个淘汰星期一跳完之后的话呢 他的 这个决赛圈啊好看啊 CTG17NUH4M战队 是 这再更一颗手雷 小鹿这个点是服不了了 这个手雷要把阿威给炸打 永远一丝血 石医兽啊 这边打了两个 NUHAPPY的这个伤害会形成什么样子 侧依林墙先被放到 明明周平也两个人配合 先放到一个灵墙以后 看一下进点王骚骚 这个火 上的明明 先往后收一收 收缩一下自己的阵型 侧身也得封 这个雷 精准三分球 他前面其实泡泡还是稍微规避了一下的 是 来了两个人 冷静了一下 这个时候17可以 做点动作 对 已经在拉位置了 利用再一句 高点上面先去了两个 17兽已经拿到了五个淘汰了 当然 17这边已经onfire了 开始冒火了 燃起来了 特意 没有打掉 这一波王骚骚稍微有点可惜 因为他要顾及到头顶上17的枪线 其实对于两队伍这波打架的话 都会受到高点17的干扰 是的 13个淘汰全队 17 小五弟这个车啊 稍微偏一点可能会更好 这个空头就能当掩体了 是的 这个雷稍微炸远了一点点 不过你明明和幻神两个都是一个残血 听到脚步伤 没问题 17兽 拦不住了 六个了 真拦不住啊 这还有 还有吗 这火是谁烧的 他自己扔的 他自己扔的 我木子里这个反打不过有队友在 二打一 二打一 能服吗 这边好像幻神没有选择 直接选择打圆点 他现在就是拖吧 补起来人 很聪明啊 幻神打了两个 一打一 还捐 完全 但是 你